各位好,我是齐耀,欢迎来闲聊政治 今天就以一个战略的角度来跟你分析 哈迪阿旺的共产党论到底有没有道理 首先前阵子哈迪阿旺这个伊斯兰党的 这个主席就发表了这样子的言论 他指控说行动党就是共产党主义底下的 一个延伸产物 行动党留下来就是要控制整个政府 要控制所有的马来人宣扬共产党主义 最后的目标就是要把所有的马来人清除 要让华人来主导整个马来西亚 当然这个东西听起来就觉得很有问题 首先两点 他本身第一点 这个哈迪阿旺拿的是槟城的这个历史 你看现在槟城就是由行动党多年的统治 变成了一个华人的地区 你想如果现在槟城都是这样 所有的马来西亚如果都是行动党 哪会怎么办 全部都会是华人瓦西 你们马来人就因此没有这个地位 以这样子的方法去散播这样的言论 首先第一点 你凭什么给我讲槟城的马来人 有什么被华人控制吗 没有吗 而且你要知道槟城本身是一个 大部分80%的人口是华人的部分 那很自然当然是华人的这个方式去生活啊 而且到最后如果真正有任何的危机 像当时候槟城大水灾的时候 请问槟城他要怎么做 林冠英也是必须要向联邦去求救嘛 所以他还是必须服从这个州政府 还是必须服从于联邦政府的这个管辖 或者是也需要帮助的时候 他还需要去求 所以并不存在这样子 所谓的只要一个州属是新动党去管理 就等于马来人没有地位 这是完全不存在他吹的 那第二点是什么 他去引用当时候新加坡这样子的一个人民新动党 也就是李光耀所成立的这一个人民新动党 去跟你类比说 你看如果是由新动党治理 就很像当时候的新加坡这样子哦 我们全部就要听令于这个新动党 就很像新加坡的那些马来人 但分裂出去的时候只要是新动党 只要是华人治理的话 就等同于你们马来人就没有地位了 你们全部就要听 伊斯兰将不复存在 但是这个又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笑话 首先第一点 你们有没有想过新加坡的人的 这个人口的结构跟马来西亚同一样吗 新加坡80%的人是华人 而是在马来西亚70%的是土著 有60%的是土著 请问他到底要 新动党要怎样去 以一个降少的这个比例去控制 60到70%的 伊斯兰和土著的人的这个生活方式 甚至去统领他们 这是不可能的 就很像如果我跟你讲 如果巫统去到新加坡 他们马上改变那边 80%的人就是华人的那些生活方式 要他们信回教 不可能的吗 对不对 而且你想看 现在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 是里面唯一的党 你可以这样讲 他们是有反对党 但是他们作用了整个新加坡的资源 他们长久来打下了江山 基本上他们讲一就是一了 反对党你滴滴滴滴也没有用 都是行动党 李光耀现在是李显龙所做的主 这就是他们统领的一个国家 你又怎么能够类比马来西亚呢 所以这两点就处理证明其实 阿迪阿旺讲的东西 根本就是 根本就是在脸校围 这个 陈建火这个非常喜欢的一个YouTuber 叫阿聪吹水 他也是讲 阿迪阿旺又在讲风话 但是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以战略的思维 我们试试看 站在阿迪阿旺的角度来看 他是不是真的在讲风话呢 哪怕是他现在已经被行动党的人 告到他要去Bukit Amman的那个警局 他们入口供 为什么他还是要讲出这样子的话呢 那如果我是想 如果我本身是哈迪阿旺 其实我觉得我也会讲这样子的话 请听看我分析 第一点你要知道在2020 就是去年的时候 2022年的时候 伊斯兰党其实是从本来的 这个18席 增加到了43席 成为了这个马来西亚 单一政党最大的党 听不清楚 是最大的党 比巫统还是行动党 什么党都还要打 它的增加的比例是150% 这样上了 18增加到43 增加到25席 这比你去炒房还要更赚 它是172% 那为什么他能够有这样厉害的一个大选的成绩 其实就两招 他打到两招是最见效的 第一招打去的就是打巫统 巫统打的是什么 连结 讲你们贪污腐败 巫统最具代表的两个是什么 Najib 他已经被抓了 这个没有话 还有阿摩扎西 现在是那个 整个巫统的那个主席 所以这一招打下去 其实是对他本身伊斯兰党 还有对国盟本身来讲 是非常有益处的 所以你看到 其实伊斯兰党所瓜分到的 很大部分 这个吉兰丹 他们的堡垒去登加楼 玻璃寺 最后的玻璃寺 其实就是从巫统那边拆下来的 然后第二招打下来是什么 打的就是他从开始到现在 一直都在打的 就是伊斯兰教派 而他针对的对象 就是行动党 因为行动党做的 其实他本身 行动党瓜分票的 就很多就是拿华人票 一直要讲 如果你是放在这个巫统 还是投马花的话 你就等同于让巫统去统领 那时候华人的权力 同考就不能被承认 等等等等的 或是爪一文事情 也是这个行动党不停的在抨击 所以伊斯兰党才抓到机会 我就跟你做反面的 但是你有的只是二十百分比的 这个华人 我有我是全部土著人 所以就伊斯兰党不断的标签 你们行动党就是共产党 你们讨厌马来人 你们仇恨马来人 有你们我们马来人 就会有一天倒台 这样子的一个言论 这两招就让到 还有25息的增加 就是172% 真的是好赚 他做什么 还有172%的赚服 而现在你要想的是 他打着这两招 一个是巫统 一个是行动党 现在他们合在一起 成为了团结政府 那你是哈迪阿旺 你会怎么错 当然是两招这个时候 都要不停的用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的一个面相 就是他现在讲了很多极端言论 不是他不知道自己讲的是错 但是他要讲的不是给你听 不是给你们华人听 懂吗 所以你不要指望他不会讲 他有在一天 他就一直在讲 因为他要讲给的是那一群 失踪的 他可能是玻璃士 登加罗 吉兰丹 或者是他尝试要让这一群 非常青 非常绿色的这个同温层 相信伊斯兰 相信行动党 就是夺取马来西亚 或者是危害马来人权益的人 不断的扩张 他要扩张这个板块 他知道他在怎么努力 也不可能从你华人那边调票的吗 他要做的就是伊斯兰国 所以你们华人是不可能偷给他的 还放弃了 不用紧 20%的东西 你们拿去 我要拿的是那70%的土著 60%的这个马来人 这是还叫攻的地方 而这一点他能做得很好 为什么 因为你们巫统现在是跟这个火箭绑在一起的吗 对不对 你们绑在一起 所以巫统你不能够讲太极端的言论 如果你讲像伊斯兰党像极端的言论 你会危害到你的朋友 行动党 但是我不同 我伊斯兰党 我有的是土这个什么 土团党嘛 这个慕尤丁的 所以对他来讲没有伤害的 你懂吗 他讲完了 没有代价的 我一代价就是要被问话不了 而且这一点更好是什么 这样子的抹黑 其实是不用成本 而且你可以一直不断的使用的 再加上你就不用做什么增计 大家有没有你试试想看 哈迪阿旺有没有讲过什么登加楼的什么经济 什么增长没有 还有没有讲过做什么基础建设 这种东西通往不讲了 因为他根本就不用讲这些 他要讲的东西 纯粹只是 你如果选他 你的生活会是灾难 就算是现在不是很好 但是如果你选他你就完蛋了 就死定了了 这像什么 如果有一个追求一个女生 两个男的追求一个女的 那个如果有一个男的 他拼死病活买花 买车送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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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另外一个不用了 他做的事情就是 你看那个男的又邋遢 挑三挑四 挑三挑四 讲到最后 只要他能够讲到那个男的比他烂就可以了 他什么都不用做的 这就是战略上 其实不停的抹黑和不停的打伊斯兰教这张牌 其实是对伊斯兰党或是阿迪阿王本身是最有力的 因为他最节省政治资源 他也最能够引起恐慌 制造那种马来社会的恐慌 然后他就能成为最大的得力者 你不信 去年的大选 从18席到43席 就已经很有力的佐证这点了 那你有一招你用到管用了 你用到你大获全胜了 你还要不要继续用下去 肯定是要了 我是阿迪阿王 我肯定是会继续讲 而且我不只不讲 我还会越讲越多 讲到最后 我被招去超过 被告我都要讲 因为如果你告我就代表你怕 对不对 所以 我觉得 如果你真正要遏止阿迪阿王这样子的言论 我觉得是要安华 或者是一定要有马来的开明社会 一定去这样组织 你要华人讲什么 他们那你肯听 你要讲这是极端言论 他就讲你是极端 对不对 有什么comment呢 让我们知道一下 那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边 欢迎订阅我们的闲聊政治 OK 拜拜